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宇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你介紹第一位黨政記者 黃偉翰先生 第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陳立鴻先生 還有一位是鍾連晃先生 以及財經專家 汪傑銘先生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大胸大胸 這個要把吳智洋拔掉 這是真的還假的 好酷靈 好酷靈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空穴不來風 這個新聞的重點 無風不其浪 對當然 那現在桃園燒成這樣 你說真的換人 也不意外 但是如果你換誰 會比吳智洋更好 其實有困難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的重點 吳智強我早就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析過 一直都想換 只是誰不讓我 除非 盧秀燕同意了 盧秀燕不會同意 除非是你請我去選 你幫我準備好所有組織 實在應該要有的基本擴大 把胡志強拉下來 因為我現在坦白講 現在已經是六月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看 林佳龍應該會非常大的機率 你現在有感受到 我現在看我現在跟三個月前 你以前不是這樣講 對那當然 因為這三個月完全沒有拉上來 胡志強沒有拉上來 這很危險 他到了大概八九月的時候 他的那個快捷會通車 那所以他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去發展通車之後 大家如果覺得說不錯 可是如果通車出問題故障 前一個月的那個 大家都抱怨 那又是問題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個 這個要講一下 我記得我看是說 以前說大家都說 林佳龍民調好很多的時候 你認為說林佳龍不一定選得上 對 你認為還是五五波嗎 對 甚至於胡志強還小有勝算 可能就這四九五一之類 胡志強 一點點贏 可是你現在認為說 胡志強很可能會輸了 我覺得胡志強很可能會輸 我覺得百分之六十的機會會輸 百分之六十 那你從哪裡看得到 我最近有在回台中嗎 我是台中人 台中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台中人就先負責講 台中這十幾年沒有進步 這最大的問題 沒有進步 你是眼睛是怎樣 那七期啊 蓋成這樣怎麼沒有進步 台中不只七期 台中現在已經到十三十四期了 一直去 他一直有重劃區 那誰得利 台中市的空物率高 房價一直飆 大部分 從地方財團 現在變成全國商總 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一下邱鴻股 本來要做那個施政建設 胡志強第二任的支票 後來弄不起來 也變成一個公園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台中的發展 都沒有在一般老百姓身上 台中的路 台中的交通 台中的很多東西沒有上去 可是台中一直都維持在一個 大家覺得生活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其實胡志強 我跟鴻一個報告 他最厲害的就是 就是外交手腕跟宣傳這兩年 因為他看過新聞局長跟外交部長 的確厲害 那林煌哥也看過胡志強 他會記住你的名字跟你社交 這是他的內行 可是這個東西 讓你感覺這個人有溫度 我不討厭他 可是久了 我不討厭他十幾年了 可是這個市容越看越討厭 這就是重點 那如果不是林佳龍在台中 揪了十年 他一直在那邊熬 可能也未必會有機會贏 林佳龍已經十年了 他待在那邊沒選上一直拚啊 對啊 所以我就說林佳龍 這個是一個天使地利人和 他立委有敗選過一次嗎 對對對 我2004年訪問過他那時候 他要參選 來上我的節目 他2005年輸給胡志強 他留下來 真的十年了 然後後來你看他要 蘇嘉全要來 他還讓 所以他又讓 又肯熬 又在地方經營 然後現在又是現任立委 已經有資源了 然後民調又高 這一次林佳龍是非常有機會贏 可是當然 這個選舉是都有很多的變數 我現在意思是說 胡志強他的那個贏面 已經在我看起來已經非常的小 那要談的是 胡志強會不會被換掉 胡志強會不會被換掉 跟那個剛才講 五角會被換掉 現在看起來都應該不會 可是在十月 國民黨去把人農進中選會 連笔就選舉了 登記之前 我現在講說 登記什麼時候 十月 就十月嘛 你到中選會去把那個登記書 送進去之前 我敢說都有變數 現在當然還希望能夠能換 你十月送進去 然後一月就要選 沒有 十一月就要選 十一月底就投票 十一月二十一九 大概前一個月 一個月而已 一個月之前換人 沒有啦 你是主席會這樣做嗎 美恩姐我現在意思不是說 我們這個答案 要等到十月才翻牌 不是 現在就已經幾乎是 幾乎無力回天了 你的發言 很多人會認為 可能跟馬英九的核心 是有一點關係 你這樣說起來 真的胡志強跟 跟吳志陽七你們會不爽喔 我下禮拜去他可能就會不爽 可是我們要講 我們知道的嘛 本來觀眾就跟馬英九講說 台中不能輸啊 台中輸了2016你守不住啊 2016守不住以後 你就是下一個阿扁了 民進黨上來執政的話 很多東西你擋不住 當然這是馬英九最大的考量 這一次的九回一選舉要贏 2016要執政 哪一個更重要 2016 一定要是國民黨執政 因為國民黨沒有執政的話 他的下場可能會很 那選舉其實齁 要知道怎麼輸贏 應該是他們做很多民調嘛 當然有很多觀察層面 其中一個層面是民調嘛 國民黨自己做民調 國民黨的民調齁 列為高度機密 這一次都問不出來 顯然很不樂觀 顯然是連國民黨內部做 因為國民黨內部也會做好幾 好幾個不同的民調 不然你有跟盧秀彥跟林佳龍比一比嗎 顯然現在胡志強落後 林佳龍超過20%嘛 才會變成20%左右 對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那個消息來源是說 後後5%就普通機密 不是 如果說在一個月之內 胡志強沒有拉近到20%以內 就考慮換人 這個是消息來源這樣講嘛 所以你可以推斷 現在一定是超過20%嘛 他才會定20%當作標準嘛 20%很多耶 現任者耶 現任者還輸給挑戰者20% 我說這個真的是比要翻轉很難 因為現任者是有現任的優勢 長期以來他的執政他會施恩 他會結交地方派系 但是你說看看 如果在這種情況底下 已經是執政十幾年了 那該結交 該交的朋友 該給的利益 其實都綁好的情況底下 跟中央在這邊這個 他想到中央來 可是中央不給 這個在那邊角力 搞到最後大家會覺得說 不然你如果沒有意願 不然你就趕快去這樣就對了 那個一定會有影響 等到你最後決定要選的時候 那個氣勢也就不在了 所以我覺得胡志強 不可以犯這樣的錯誤 就是說如果要選就是斬釘截鐵 他這次表情是滿沉重的 他表情沉重的原因是因為 他已經沒有路可以選了 他只有被迫放棄或者是拚到底 然後希望贏或者輸 因為現在已經太晚了 可是他現在是哪一個選擇 我們沒有看出來 馬英九其實真的討厭胡志強 為什麼 胡志強早就在四年前 記不記得他遇到一群路客 你怎麼知道馬英九討厭胡志強 好 等一下 我就來跟你講 他遇到一群路客 胡志強已經跟路客講說 你們四年後來找我 我已經不在台中了 我到中央去當官了 你知道嗎 胡志強是公開講的嘛 媒體都有報導 好 胡志強一直想離開台中 這個已經是表明心機的事情 你這樣講 他怎麼在台中選 這屬心嘛 我告訴你 他自己講的 好 他說他是開玩笑 那後來他其實 我相信他一直想到台北來 這個你看考試院也缺 監察院也缺 那你監察院不願意給我 你考試院也給我 反正這些位置本來都是閒差 本來就是做領甘心 對不對 你給我一個考試院 讓我好好的退休 那我台中就讓你出來 是…來 我們先休息這個廣告 來 等一下 林家永遠 新聞發問 可不可以再解讀一件事 我負責發問 我是…就是那個言清彪 出來了 他…對 他被判三年六個月 對 但是他只關一年三個月的假事 我是說假事第一 假事的速度 至少要過一半 對啊 三年六個月照理說要關 一年八個月 上個禮拜 因為他上次的服務 他上次有關過一次 那個是併入這個行程 所以加起來已經超過了 對 很多人用很多理由 說他假事可以提前 對… 第二點 他假事的流程 三天 一天 沒有 都做朝文朝三天 他說 對 第一個是這個 矯正署 核准假事通知書 然後要通知台中高分檢 對 台中高分檢之後 要通知台中高分院 對 高分院通知之後 要台中地檢署 然後呢 再轉台中監獄 總共要五個檢院 五個檢院 公文一天 他要寫一天 台中選情期啦 好 然後說 他們用罪數件 好 上公文 這真的兩岸原聲提不住 對 青州已過 國安重山 這會怎麼快啊 沒有 上個禮拜這個通過的時候 本來是說 對啦 眼鏡票7月就可以出來 7月現在就 我要說 1、2、2月而已 假事期間可以出國嗎 不行 不行啦 要報告… 看他有沒有被限制出國 假事期間他不需要出國 但他可以在台中市走透透 對… 要跟大家說 其實有很多跡象顯示 怪怪的喔 對 嚴青標 我們一般人 我們一個公文要走 我看一個月走不去 對嗎 因為不同的 因為嚴青標 一個 那個一天內跑五個單位喔 然後就假事出獄 我想對他這裡 應該是有理由吧 他黑派要扣他啊 因為陳庚金已經擺明 就跟馬英九翻臉了啊 對 黑派這一次 其實你有沒有印象 陳庚金前一陣子還有出來講話 說胡志祥這樣子 我們實在是挺不下去 如果是盧秀燕的話 我們考慮 考慮一下我們來支持一下 所以 好像廖寮宇也不挺那個 對 那陳庚金基本上跟馬英九已經翻臉了嘛 因為馬英九在續任之後 唯二沒有續聘的執政 一個叫陳庚金 一個叫林元元 這兩個都被得罪光了 所以黑派顯然 那現在 因為台中的黑派精神領袖是陳庚金 然後實質上的領袖 在台中市的部分是現任的議長 那台中縣的部分 就台中縣的部分其實是嚴青標嘛 所以你這麼快要放嚴青標出來 其實用意很明顯嘛 就是希望說整合黑派的派系 看能不能幫胡志強的選情加分嘛 我記得那個顏寬恆選舉的時候 我有去 然後我就發現 你怎麼國民黨的旗子掛那麼少 他說我們盡量淡化 他是要選舉才入黨的啊 講得很實在 講得很實在 底下的人想說盡量淡化 嚴青標是這兩天出來 其實找一部張青棠 紅派的大佬張青棠 更加少說放好幾個月 一定在中間 對 你看紅派先放 黑派再放 我覺得基本上為了選舉 把這兩個大佬放出來 當然是有他的用意 不過據我了解 其實像嚴青標他們 其實對當道是非常的怨恨